来吧 女生们先生们 欢迎收看 大朋友之海螺军团 B站第二次次日秀 准备开始今日份的 美国新闻 来吧 那个谁 读书不天天整美日新闻吗 今天咱也整个美日新闻 来 给你们看一下的 这两天的离谱新闻啊 来自今日华人 来自今日华人网的 中了13.5亿美元的彩票 他一直瞒着家人 结果 一个不愿意透露真实名字 在缅因州的男子 约翰吴明氏 这小子在今年1月13号 黑色星期五那天 1月13号黑色星期五 感觉有点不太严谨呢 1月13号的黑色星期五那天 获得了 MegaMilliams的投奖 就美国的那个彩票奖 投奖 获得多少 获得13.5亿美元 这小子呢 一夜之间成为有史以来 上面第二大 美国历史上第四大的 这个 这个巨大的这个 获奖得主 然后呢 这个这个人自动中奖了以后 约翰的生活 形图于于这个隐形人 他对获奖的事 守口如瓶 但是唯一告诉了自己的女儿的妈妈 告诉了自己的女儿的妈妈 什么概念 告诉他媳妇了 但如今正因为这个秘密 他将对方告上了法庭 相信很多人和小编一样 都梦想了有一天 自己获得了这个几亿元 然后呢 这个小子呢 该如何保护自己呢 他对于一直生活在缅云州 和那个交接处 说那个自己一直白着吗 2023年1月是 他中奖了 这个毕竟真续道 这个小编真续道 然后怎么的呢 当天他找到了律师 理财师等等协助团队以后 他一次性获得了7000多万啊 听到吗 13亿多 他一次性拿了7000多万 感谢偷偷偷的见长啊 那么据说 如果约翰在当时再开几个街区 到另外一个一英里以外的地方 就是等于他跨了另外一个州了 你看这美国这个州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州有不一样法律 他他多开一个英里 他的奖金就能再多5200万美元 不管怎么说 约翰一夜之间成为那个富人了 然后呢 2月8号 约翰跟他那个签署了一个保密协议 跟他媳妇签个保密协议 说呢 这个世界上 那个他是 他跟他媳妇 就是他媳妇跟他孩子 都是唯一知道 这个中奖秘密的人 在女儿18岁之前 必须得这个身份得保密 结果呢 合同还在呢 就是 他的 今年9月份 约翰突然接到父母亲 那个兴奋的来电 说他们刚知道儿子 就是中了13.5亿美元的幸运儿 他的父亲不止一次打电话来问 儿子是真的吗 儿子是真的吗 同样 父母知道后 约翰发现他姐姐 也知道了这个秘密 愤怒的约翰 将萨拉 就是他媳妇 告上了法庭 认为他泄露了秘密 看见没 两口子啊 跟美国两口子 拥护 拥护泄露秘密 直接告上法庭了 哎 然后呢 现在约翰 他俩 他俩就是法庭判 说你必须得补偿他过时啊 现在约翰 向萨拉所为 所赔六位数的赔偿 就几十万 大几十万刀的赔偿 法院说呢 由于未经 那个 由于被告未经授权 就是披露了 约翰已经遭到 无法弥补的伤害 而且约翰无法继续 遭受无法弥补的伤害 危险正在迫在眉睫 法律对此并没有 适当的补救措施 现在约翰起诉萨拉 起诉他媳妇 要求他 要求他媳妇啊 每次未经授权的披露 要补偿给十万块钱 补偿给约翰 并要求 要求法院对萨拉下达 下达一个禁止令 我窍了 禁止令 防止他再一次 再一次泄露秘密 你们自己看吧 这就是美国两口吧 获奖了 约好了 第一次保守秘密 如果要是不保守的话 给你告上法庭 小客人写的吗 美国这边的西门作者 就这个逼水瓶 我实话实说 就是为啥说 那个美国这地方 我总说美国这地方 现在落后 当今这就是美国第一大的华人资讯媒体上面 写的这个新闻 头条新闻 就这个水瓶 为啥头条落后 国内但凡相关人士能出来 能给他们卷飞鞭 能给这些美国本地的什么媒体 也好 能给他们卷蹦起来 明白吧 懂不懂 游戏水瓶 不是 啥游戏水瓶 他原文就这么写的 来吧 那个看看第二条 小心了 纽约人 纽约州长刚才又签署了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是啥呢 轻罪的罪犯 在刑满释放的话 那个三年以后 如果不继续犯罪 其相关的犯罪记录 将会被自动封存 而重罪的将会在八年之后被自动封存 什么概念 案底都没了 听懂了没有 就是他们犯过罪 蹲蹲过大牢 八年蹲过大牢 八年案底没了 纽约州的 重罪啊 给人腿踢舌了 什么 给人小姑娘给 给凿巴了 给人小姑娘强行凿巴了 这种事 发生了以后 八年之后 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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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存了 纽约州 这是主打个银杏 美国主打银杏 再来一天 震惊 加州 你看这边头条这么念的 震惊 加州五岁男童 用菜刀捅死 双胞胎兄弟 五岁小孩啊 加州一名五岁男孩 在玩耍时 用一把小菜刀 刺伤了自己的双胞胎兄弟 玩菜刀 你玩啥不好玩菜刀 圣克鲁斯警长办公室 经调查后发现 没有迹象表明 存在过时犯罪的 存在过时或犯罪活动 孩子也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错 错误 给他 给他两个 给他那个双胞胎 兄弟 给捅死了以后 没有意识到自己杀人的 我真是 惊 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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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是今天 我给你们想给你们念的 这个头条啊 注意 通缉这名华人男子啊 华人男子 法拉盛闹市区 向同乡开枪 背后竟是华人当地 地下黑幕 你看这个很不很 本爷对本爷 本爷兄弟们 纽约市法拉盛分局 109分局 经过侦查啊 15日锁定了 这个这个有个小子 蒙面枪手啊 就是蒙面牵手 59岁 华裔男子 张明 叫张明 他涉嫌在 法拉盛大道41街 搁哪 法拉盛大道41街 我告诉你们搁哪 就是钢铁侠 上班的那条街 记不记得啊 有没有记得 钢铁侠 那个上班的时候 不说再往下 就41街 42街了吗 华人男子 个41街 选哪给钢铁侠打死 快去问问钢铁侠 活不活 警方消息说 这种案件 发生在去年 多亏他没走 当时呢 有一个 44岁的倒在雪坡当中呢 叫宋 宋迪豪 打拨梗子上了啊 哐唱 哐唱一枪 打拨梗子上了 据悉 小张明同时 供了三个会 后来资资金出问题 他什么叫供会呢 就是在 在这个几个地方 去那啥去 去那个地下赌场 欠钱的 跟美国地下赌场 去欠钱的 这个小张明同时 供了三个会 后来资金出现问题了 他无法负担第三个会了 他想退会 曾和这个小小阿弟交涉 但对方不同意 供杀会啥干净 就混杀帮派 小弟得往上交保护费 你可以以这个本地的 你是什么行会的 什么帮会的 你以这个名义 你去收点保护费 你去整点园子 你供杀会 你就有点 就沾点 就说贷款 跟美国加入 加入这玩意 不是说像你 你小时候看古惑仔似的 难办 我俏 难办 别办 不是这样的 你去了以后 你进来会以后 你得干活 你得跟上班似的 你得天天出去 不是收账也好 干啥也好 那个欺负老弱病残的 你得跟老头过马路 你给他踢个跟头 你得干活 明白吧 这个美国像贷款似的 你进入这个 那个帮会了以后 你得一个月 给人上交多钱 你是刷假卡 你是干这干那的 你得给人交钱 你得创造GDP 明白吧 不是说跟美国打混道 你腰上别把烧火棍 出去了以后 恰难办 别办了 不行啊 得交钱跟贷款似的 这个会要3500 那个会要4500 一个月你躺着 啥也不干 你交一万多块出去 你管你是打 是是啥是抢 你得先把这个 你先把这个 这个汇费钱整上 完了结果这小 就有点供不了 想退会 人家不让他退 另外呢 就是当案发的时候 受害者 就是当时就是 想退会 因为啥跟人家闹 说要退会 人家不让他退 当时他想退会 人家不让退 他追着出去 赵人博港光给人来一枪 这个新闻 我给你们来解读一下 大概啥意思 我们说今天的 那爱迪森说 说事吧 爱迪森 他到美国 他加入了 由于 由于吃不饱 穿不难 他混黑帮去了 他加入了本地黑帮 本地黑帮说呢 第一 加入第一个小帮 说那啥 说那个 你一个月给我交2500块钱 你我就让你以我的名义 我到时候 你要打仗 要干啥 我给你兄弟 你出去给我收账去 这是收账人名单 你要决你行 你去 你要决你不行 这是卡 来自张三李四 王二麻子 这个不知道 跟哪长的信用卡 你出去刷去 你去透支去 你去以他们名义 刷卡买东西 买iPad 买苹果 买Apple 撒的回来 完了我们在网上卖 转手网上卖 挣点钱 一个月 你得给我 挣出3500块钱来 多了以后 咱们再三分 二八分 买八成提成 买两成 一干 发现啥呢 只要你努力干 只要你够大胆 发现还确实能挣点一月 挣好上万 大好几千 只要你人 只要你人够狠 你能干上万 干大好几千 你说这玩意 这行啊 这买卖行啊 我说那边说 我还有个贵 我们会贵一点啊 我们会要4500 但是呢 我每个月 我能给你放点 我能给你放点药片 我能给你放点药片 我给你放点小葱 你可以去 我说妈 还有这活呢 行人行哥 那我就我住了 发现4500那边也能挣点 你等明天 还有个会 这个会要5500 这个会不单有 有药片 有卡 有黑搂子 还有啥呢 还有大洋马 有搂子 有小葱 有大洋马 还有卡 你一听这 行啊 多钱 5500 那行 正好我自己没事 我也得消费一杯 结果呢 只要这哪个月 查得很 因为啥 人家这个美国这边也这样的 就是到日子了 到份了 是最近有点猖獗了 去那个啥的 去那个你们大干梦 下去给我抓着 看不看电影 美国什么所谓 现人啥的 你给我找两个小白人 刚入行一点经验没有 上了就让你逮 交差啊 去给我逮两个小白人交差 逮两个小白人交差 一要抓 这些人就得收敛 一收敛 3500 汇费供不出来了 就啥 贷款 贷款太高了 没有偿还能力了 这个时候 跟第一个大哥商量 大哥 当时你收我3500 我没行到 你就这两下子 你看我现在进 5500的啥都有 我这5500的会 啥都能干 有小葱 有烧火棍 有大洋马 还有药片 对不对 我还能刷卡 我啥都有 我跟你这混 啥也没有 你还有个供3500 我就杀了 商量取消了 违约德了 那小 那个他曾经的大哥 就小糖 小头目肯定得说啥呢 套里挖 套里挖 你想进就进 想出就出 你以为我这里 是超市吗 你当我这是 supermarket 你等着 你等着 放这放学 你别走 前脚刚出门 张明 低了他的 黑喽子 照着前面大哥 想来手 抱头 没打好 直接干博梗 当场给人嘎嘣了 来自美国纽约 第41阶段 华人帮会故事 送给大家 你来 可能问我美国 什么混黑道 什么 我都听不听着 跟贷款似的 明白 哈哈哈 鸭子